白三爷怎么都不会想到 自己做的那些龌龊事 老爷子竟然一清二楚 自从白家与张王府结仇之后 白家就开始获释平出 先是白亚平失手摔死儿子后 白家与关家彻底决裂 这次白景旗又遭遇了绑架 绑匪提出要求要一万两 我 反正别管老爷子怎么说 白三爷就是不拿钱 爱咋咋地 看到二奶奶着急的哭个不停 老爷子只能先把 修祖坟的银子拿出来 机中部也是五立直报表 稍微露了一手 就将绑匪全下傻了 顺利把白景旗救回了白家 并且试试了胡一群 深藏公与名 那么绑架孩子的究竟是何人 这个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